然後每一次上課其實都有錄下來 所以每一次每一次的東西 也許回頭你要再複習的話其實還蠻清楚的 主要的目的是希望我們每一次每次上課都有一個基本的品質 而且你如果忘記也沒關係 因為這種東西忘掉很正常 而且我發現有些人還真的很想要把它馬上忘記 為什麼?因為這東西跟你的原來的腦筋邏輯好像似乎有點違背 就是說因為它其實還蠻像機器的 你就是你學這個的好像有點像把自己學得像機器人一樣 只要你懂的機器,其實應該叫電腦 懂了電腦邏輯之後 那你就會比較容易跟電腦溝通 那你就會知道怎麼下命令給它 它就會自動幫你把很多事情自動完成 所以你在學習什麼?學習如何跟電腦溝通 我覺得VBA裡面的程式語言或者是函數邏輯 很多地方是跟電腦溝通 你如果會跟它溝通的話 其實它還蠻棒的 因為它等於是你的很好的一個助手 它會幫你自動做出很多東西 不過它也有一點是比較 可能它的缺點吧 因為如果你太會跟電腦溝通,反而好像 變得跟人相反的 覺得奇怪,人怎麼這麼變得難溝通呢? 所以有些工程師很喜歡跟電腦溝通 不喜歡跟人溝通 久了之後,語言能力會下降 真的,因為我以前 每天寫程式都發現有一個 問題發生了 就是我很會寫程式的,但是呢 我很不會講話了 我有些功能好像喪失了 我發現 對 這就很麻煩了 所以這個當然是 兩者之間的不一樣 因為我們主要是學習 怎麼樣 學會 告訴電腦 幫我自動做出什麼東西 OK 所以這邊的話呢,我想 跟各位說明一下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接下來呢 繼續再來看 就是說 上禮拜這個東西啦 上禮拜其實主要什麼 一鍵完成下載那個 大樂透部分 也就是大樂透部分在網路上面有50個Page 那我希望呢,一鍵按下去 自動幫我做 總共有1234件事情 第1件事就是全部下載 第2件事情刪除它的欄 因為多餘的嘛 藍名 第3個呢 它有 6個號碼放在一個儲存格 所以我需要把它切開來 那我用資料剖析啦 第4個是 藍寬重新再調整一下 所以有4件事情 你希望一鍵完成的話 類似像這邊 P次大樂透下載 它會自動怎麼樣 全部幫你下載下來了 然後呢,並且幫你做這些事情 但它一直在閃動 其實它就已經幫你把4件事情做完了 其實還蠻貼心還蠻棒的 對不對 剩下來就是你要去統計的 動作了 所以 這個這個部分的話 好像 好像 有 我們班長也把它繡在網路上 好像得到蠻多的回響 因為好厲害喔 你怎麼一下就可以把東西給算出來 而且 好像有人要跟你要名牌 其實這樣的話 還蠻快的可以把一些東西 快速的 從 網路上自己抓下來 不到 一段 很短的時間 那後面當然我們有做一些延伸性的啦 比如包含就是說 如果我希望50個page不要放在一起 像我們現在是全部 50頁全部都放在一個page裡 一個 工作表 那如果你要把它分頁的話 你還可以 我後面有延伸性的 不過這個可能 有一點難度喔 就是你可以 按下它 它自動會新增一個工作表 然後下載一個 新增一個 下載一個 那新增的過程當中呢 還要重新命名 有沒有 命名比如說 4i等於1到50 然後我這邊 add 之後的話呢 再把它什麼 name 改為什麼呢 改為我那個i的池 所以基本上按下它的話 它會幫我產生什麼 下載一個 自動產生一個 下載一個 自動產生一個 有沒有 所以總共有50個page 那就自動全部呢 一個一個的幫我怎麼樣呢 把它下載下來 而且一樣是做 刪除 一樣資料投稀 全部都ok了 那只是說呢 它是被分開來的 所以如果說你希望 下載資料是分開來的話 那你可能需要學會 有關那個工作表物件 SHITS 所以特別需要這個地方 關鍵的地方就是利用什麼 利用那個 所謂的那個SHITS物件 SHITS物件 如果你要新增工作表的話 就是add 到什麼呢 後面加一個 after冒號等於什麼 最後一個就是SHITS SHITS.COM 那把它的名稱 改為什麼 改為那個 I的變數的話 那就是它的點名 SHITS 哪一個呢 SHITS.COM 點名 等於I就可以了 ok 然後刪除的話呢 我們從後面把它刪回來 所以這邊的話 按一鍵 全部都消失了 最後當然 我們有提到有關什麼 狀態條的部分 ok 那這個的話呢當然 有些地方可能各位已經忘了 不過沒關係 雲端上都有 我們只是怎麼樣 讓各位喚醒你們的那個 記憶 最後的話按一下它 它自動會有個下載的進度條 那這樣的話感覺 那個質感就會突然變好了 而且你不只是會做 而且還做得很厲害 這樣感覺上 就至少會感覺你這個VBA是很專業的 當然最好是你可以 不只VBA會學會的話 還會學到 變成你一項技能 那一項專業 ok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呢 如果你有些地方忘記了 沒關係 在雲端上都有 在我們的雲端 雲端白板 雲端白板裡面的話 數學函數 那在哪邊呢 在這邊 黑名單篩選 不不跟這一樣 應該 是在那個 大樂透這個 歷史資料裡面 ok 這是上個禮拜的重點回顧了 所以這個當然 你也可以試試看 其他什麼威力財 什麼精彩539 甚至國外的財 你也可以當成參考 有沒有能夠 自己理出一個規則 然後呢 再試試看 驗證一下 就像說不管哪一個姿勢好了 你要先從完全 沒有頭緒 慢慢理出個頭緒 那個頭緒就是你可能是 投資的一個方法 這也算是用潛規則 不過像 除了這個之外 像股市啦 期貨啦 或者外匯啦 等等的 其實也可以先找出一個 歷史的軌跡 然後慢慢去分析 或多或少 也是一些 你可以找到 他可能的 一個邏輯 那今天的話 接下來我們要繼續再往前看 所以接下來的話呢 請各位再開啟那個範例檔案裡面 的那個檢視與參照 這個地方的話我們接下來看那個 有關檢視與參照的練習題 那請會再開啟那個檢視與參照裡面的 lookup函數好了 這裡面的話呢 待會我們來看 如何查詢資料 那其實 這個檢視與參照 檢視的話有點像 其實應該叫查詢 查詢什麼呢 比如說我今天有一個資料 其實這個有點像資料庫裡面的資料表 那 其實Excel 有點扮演就是說 它可以 可以拿來當成 資料庫來使用 基本上像這邊的話 我們有點把它拿來當資料庫 的資料表 那裡面的話一定會有欄位 所以基本上我這上面呢 總共有五個欄位 那我如果希望 針對什麼呢 編號 當我輸入某一個編號之後 自動幫我把其他的資料呢 本來橫向的 幫我改成縱向的 並且把資料 帶到這邊來的話 基本上 理論上應該是兩個分開啦 可能放在不同工作表 但是為了方便 我把它放在旁邊 那用什麼方式可以自動把資料抓過來 會是最簡單的 那在那個Excel裡面 這個部分的話就是所謂的什麼呢 檢視與參照 不過我覺得它翻譯 這翻譯檢視好像 有點不是很精確 檢視有點像View V-I-E-W 所以在資料庫 SQL Server 資料庫裡面呢 它就把它叫View View SS它把它翻譯成查詢 查詢 因為SS裡面不是一個查詢 那這邊叫檢視 那個SQL Server有些時候也把它 翻譯成檢視 所以反正是一個名稱的問題 主要是什麼 我覺得 查詢可能比較精確 查詢 什麼資料 那裡面的話常用的也許有幾個 像Lookup 或者Index Indirect 這幾個 然後還有什麼呢 還有像Match也會用到 Match通常會跟 Index搭配 OK 那這個當然 有些Viewer函數 Viewer函數特別注意 也可以查 不過Viewer函數有個缺點 就是它只能夠 查 一個 表格裡面的 第一欄 也就是說你如果資料 要查詢的資料不在第一欄的話 很抱歉 不能夠查 怎麼辦 之前有同學說老師為什麼要查這個姓名查不到 抱歉 因為姓名不在第一欄 如果你要查姓名 那怎麼辦 你就把 編號姓名顛倒一下 可以 可是其實 不是很好 因為你顛倒了 有時候你本來 就是一二這樣的順序 你顛倒了 那怎麼辦 查完之後還要把一二再顛倒嗎 很麻煩 所以如果說你的資料不在第一欄的話 要不你就用另外一個 就是什麼 Lookup 這邊這個 它可以不一定是在第一欄 或者是說呢 你也可以用什麼 用index 加match OK index加match 也可以做出來 所以基本上查詢的 那個函數還蠻多的 但是 特別注意 不是只有v-run數 我發現好像大家只熟v-run數 講v-run是ok 可是呢 講其他函數好像就不ok 所以其他的話 也許各位可以試試看 我覺得比較重要 像是index indirect 或者叫一個offset 這些不知道各位熟不熟 如果不熟的話 今天我想就是要把這些 熟練一下 可以利用這些函數 幫我們去 查到你應該查的資料 並且放在你應該放的位置 查到 放過去 所以很多同學就是 其實每天做來做去就這些 把這個搬到那邊 這個搬到那邊 這個再搬回來 然後一下子 分一下 分分合合合合 分分 搞真的是 頭暈腦脹 不過如果你懂這些函數的話 很簡單 反正 要放哪裡 就放哪裡 要 放回去 就又放回去 那你的報表 很快就可以產生了 很多人其實就是 這些就是要為了做報表 對不對 那如果你會的話 很快 但不會 就是只能慢慢來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先了解一下 請各位先把那個檢視與參照部分先開啟 另外 那個上禮拜那個 有時間再 再試試看 當然因為我們這邊 是沒有出作業 我真的很想要請各位每次都要交作業 因為 像我 大學生是可以這樣要求 就是 那個 可以叫他們交作業 每一次 下課的話 就換一個 反正大樂透沒關 你換一個東西給我 同樣的做法 你幫 換做一個 像威力財 金財539 六合財 反正都可以 或者甚至你不一定要做什麼財 你要做股市 可不可以 可以啊 比如說你希望把股市上面的所有資料一件 把 歷年來的資料 像之前有同學還蠻有野心的 全部把歷史資料全部撈下來 哇不得了 超大的 然後呢 再針對那個歷年的資料 去做分析 比如說他 某一檔股票 他想要知道歷年來他的股價的變化情況 OK 那這樣的話 第一個你要先收集網路上的資料 所以呢 他就很認真 把我教的東西 全部呢 把它套用上去 真的好厲害 一下 一鍵按下去 連圖表就馬上顯示出來 歷年的圖表 漲跌 好厲害 能不能做 當然可以啊 只是說 你可能就是要 這還是要實做啦 除了說你要把課內的東西 做出來之外 再把那個課外的東西 也把它練習一下 試一下